一個無名師 真的不要比我死 比你 一個無名師看了兩次屍體 各位評評理 然後我說不是 你找一個很遠 不相關七八年沒見的說是 就說是 怎麼回事 在唐志平眼中媽媽生死未捕 她另外還面臨工作搬家的問題 壓力大到破表 讓人看了相當擔心 我先提聲明 我不是她鼓勵醫師 所以我很擔心 我確實 零頭上面是有通過這種 解力性失憶症的個案 我們還是知道 精神疾病診斷檢查裡面 有一個大的疾病 就是解力症 解力症裡面 有一個疾病 就是解力性失憶症 解力性的失憶症 最重要的特徵就是 個案呢 它沒辦法 會進行重要的個人資訊 這些資訊 是傷傷性的 或是壓力性的 這種遺忘 已經操作了一般 我們普通遺忘的範圍 有時候它還會 伴隨一些疾病性的迷走 比如說突然旅行 或是到外面晃蕩 自己也說不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種狀況 其實我們在臨場上面 是一種精神疾病 這種精神疾病 它其實需要 通過精神醫療的團隊 從生理心理環境去做治療 比如說包括是他們心理教育 然後跟它建立好良好的 新生關係 甚至逐步的揭露 跟讓它重建記憶 然後它不穩定的局勢 要做事 它呢 處理協助它增強 自我的觀察 然後呢 提供一個良好的 可以寧靜 非凡帶動的 知識環境 希望慢慢也可以改善 從頭上 希望協助它歸零 然後最好 白天有運動的習慣 然後不要去碰酒精等等物質 那如果周遭有這樣子類似狀況的家人或朋友 那作為我們陪伴在身旁的很重要的家人朋友 我們會怎麼樣去協助它會比較好 確實家人跟親友的協助很重要 你可能 我可以不要跟它水波及 我應該要保持冷靜跟持續 另外 應該要尋求專業 專業之內就是精神醫療的 醫師 護理師 心理醫師 全都是治療師 一般你要注意它的安全 那 提供這個安全呢 讓它可以穩定支持的環境 再來呢 可以讓它呢 要是怎麼樣去減少壓力 可以傾心陪伴帶動 讓它懂得 舒舒化 上上科 做運動 做護士呼吸 然後學一些心情日記 感恩日記 快樂日記 如果它有一些 個人的事情想要講的 然後呢 不用去給它講大道理 就是跟它 情感到的之訊 然後鼓勵它 它應該要接受專業的治療 那平常的時候 你也可以協助它 處理日常的事物 也許是出去走一走 動一動 讓它 中國做一步 要進入一個規律性 建立常規 走門 喝水 然後提供它 也三十一等等 那 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要尊重它的隱緒 跟自主權 好 我們不是完全的被動 我們是呢 請問二、一、三轉介的概念呢 來一起跟它互動 只聯繫 希望它的狀況 慢慢地改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我們算病患 大家要去 能夠尋求 醫療幫助之前 很重要的是 它要知道自己生病 就是大家所謂講的一個 病識感的部分 作為家人跟朋友 怎麼樣去幫助它 讓它 知道自己真的有一點點生病 有一點點狀況 需要去尋求 醫療的協助 因為跨出這一步 認知到自己的不足 真的是比較難的一件事情 我們首先要很理直氣流的 讓它面對現實啦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最近去世 很多人的心情很面臨 也會路過 像國任啊 憤怒啊 然後 調價還價啊 有問題的啊 到最後才能接受 那我們要讓他們 比較建立 現實感 然後呢 懂得 學的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 生活上 我們會碰到開心 我們不開心 要正確地面對 接受 處理 才能夠放下 那 讓他 適當的證據 你跟他媽媽知道 可能生活中 真的 自清已經是 理事了 我們呢 要怎麼面對這個 理事之後的傷痛 處理後事 然後呢 讓一切平安喜樂 對大家也有交代 然後呢 也可以減少 自己心中 不會達成的情緒 也許罪惡感 也許是憤怒感 等等 那要度過那傷口 那能夠陪伴他 同時 很強調 這個常常需要 藉由 藉精神醫療專業 團隊介入協助 然後治療一個療程呢 可能六個月到 陰天 就可能要經過春夏秋冬 然後往生死的 很多點點第一 會當故事回應出來 然後陪著他 好好玩這一場